古雷半岛神秘海域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重点对这个张州海域 特别是古雷半岛海域的这个圣碑羽 沉船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一个调查 沉睡海底 古代商船 一来不速之客 他们出海之后 并没有返回码头 我们猜测 可能他们从另外一个 隐蔽的商场点上岸 六百多件文物 四十五件三级 那沉船上究竟是何遗物呢 海底沉船 近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这是2020年10月 福建张州海景的收脚现场食品 他们手上拿的 这一落落的瓷碗可不一般 这都是在一艘元代海底沉船上 大捞上来的 那你打个多少钱给他 我好像打十几万 还找到什么 我还放一 整个人都拿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刚刚我们看到侦察员手中的瓷器碗盘 都是古董 他们出自于福建古雷半岛海域的 一个元代沉船遗址 这些古董怎么被发现 被谁从海底捣捞上来 从福建一路辗转弄到了江西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20年9月 福建张州海景的那次海上巡逻 我们下期见 洞两沟 洞两沟 管转管轿 洞两沟 收到 最近有渔民从事海上非法到了武功波动 请你加强海上巡逻检查 洞两沟 明白 洞两沟 明白 这是2020年9月 福建漳州海警海上巡逻的画面 这一天他们接到举报 举报人称有一伙人在福建省古雷半岛附近水域捕鱼时 打捞上来了一些瓷器 之后这些人多次前往这片水域 并且在跑海的渔民当中招募潜水人员 这些瓷器似乎很不一般 对于这个景情 张州海警很重视 海上的这个位置他们再熟悉不过了 早在2011年 古雷半岛这个水域位置 就曾出水过一批珍贵的文物 它们都来自于圣碑与元代沉船遗址 而这次打捞上来的瓷器 很可能也跟元代海底的沉船有关 宋元时沉船应该是非常多的 14年的时候就是福建博物院 福建博物院下面有一个国家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这个福建基地 当时我们就组织了一批这样的水下调查队伍 重点对这个张州海域 特别是古雷半岛海域的这个圣碑与沉船 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一个调查 圣碑与沉船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艘沉船 这艘沉船它出水的这些主要的船货 目前能看到的整体上都是龙泉青瓷 就是元代中晚期的这样一艘沉船 就很明显的一个时代特征 龙泉青瓷是浙江一带生产的 宋元时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窑口 这种青瓷产品呢 在南宋时期品质就非常高了 像多次上釉的这种技术啊 出现了很精美的粉青啊 梅子青这样的高品质 就当时的使用者人群就在南宋时期 已经是一种上层人士使用的了 受到东南亚各地 就整个东南亚以及中东非洲 这些人民的一个广泛的喜爱 所以有我们一个瓷器的一个 大量的一个运销的情况 江州海警局先是找到了 跟被举报的案件相关的渔民 他们说几天前确实捞到过几个碗 但是捞上来之后 很快就有人出钱收走了 渔民们说给钱的人他们认识 是古雷镇的洪某方和洪某阳 有了这条线索 江州海警顺限调查 发现近期这两个人 跟一个姓吴的男子又联系密切 再查这个吴姓男子背景有些复杂了 吴姓六十多岁 曾多次参与海上走私活动 并在2010年参与海上到老陆路 被龙海市公安局依法查处 并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并且我们发现吴姓身边 还长期跟随着两名 来自贵州的专业潜水员 一个苏姓一个匡姓 根据情报 双方已经接触上了 调查吴姓行踪之后 侦察员发现 他和另外两名潜水的人都在鼓雷 由此看来 之前的举报信息是准确的 海底文物属于国家 任何个人和组织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组织打牢 事关重大 张州海警立案调查 通过前期调查 我们了解到 洪某方洪某阳 现在都在新港城居住 所以我们侦察员 立即对他们进行侦察 铺碰 从他们名下的交通工具入所 以及分析他们的人员轨迹 几天下来 侦察员发现 洪某方 驾车跟着吴某等人 频繁往返于 古雷新港城小区 和古雷头海边 而这个古雷头 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古雷头海边 是古雷半岛的末端区域 也只有古雷头附近海域 具备出海条件 如果这伙人要出海寻宝 那么古雷半岛的古雷头 是他们出海的必经之处 除此之外 古雷半岛 位于福建省南部的海岸 东面的航道 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交通要道 所以海底的遗存非常丰富 古雷半岛 它两边 一个是来头湾 一个是东山湾 它本身所处的这个地带 就属于一个优良的深海港 它的东部 有一个来与列岛 来与列岛再看过去 就是台湾海峡了 所以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 还是非常重要的 来与航道 来与水道 就一直到现在 还是南北船只往来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但也是因为周边 它的岛礁比较密布 所以它本身在航行过程里边 就比较危险 很容易发生触礁啊 可能就是沉没了这样一种现象 在福建沿海实际上 分布着非常丰富的水下渔存 这些沉船呢 时代也是比较长的 从五代一直延续到宋元 到明清到近代 我们大概有四五十艘 这样的沉船资料 古雷半岛末端区域的古雷头 有两个码头 当地渔民 出海作业的前后 都会把船停靠在这两个码头上 侦察员分析 这伙人应该是要选择古雷头 作为上下水的地点 为了躲避监管出海 很可能使用 未登记再测的小型船舶 然而通过排查 侦察员并没有发现 这伙人倒过码头的踪迹 以及可疑的船舶 所以我们就怀疑 他们的船是否离码头较远 或者是停在一个 比较隐蔽的一个下海口 所以我们也通过暗访的形式 向当地的渔民进行询问 看是否有其他的下海口 或者是说有其他某种方式 可以出海作业 问一下这边出去的 一般是什么船 一般都是本地高养殖的渔船 高养殖的 对 高养殖的 那他们出去的那个时间段 一般是在什么时候 一般是早上七点左右 那有没有其他的 可以下海的点 没有 这边是高养殖 还有信宅那边是捕鱼的 信宅码头 那边主要是出去捕鱼 对 以捕鱼为主 对 下海口这条线断了 出海的地点又怎么寻找呢 还得跟紧这伙人 侦察工作重新转移回 他们的住处 他们所住小区 只有两个地下出口 而且它出口处 地下车库的电梯 只有两个出口 所以更加明确地我们 掌握到他们的 出去的一个动向 喂 鸿北方和几个嫌疑人 已经下来了 马上开车出息 你们跟上 我给这条路下去 直接就到那个预感完了 我们发现 鸿某方驾驶的车辆 带着鸿某羊和鸿某等人 往码头方向使去 他们肯定是要从这边下来 专案组一路跟踪 鸿某方等人驾车直奔码头 此时正是渔民 集中出海的高峰时段 码头上嘈杂繁忙 渔船渔关而出 侦察员一时间失去了目标 再次发现这伙人时 他们已经行驶在了远处的海面上 出海的船只会特别多 也不方便我们捕捉到他们出去的船只 黄某羊等人驾驶的小三板 驶离码头 到达一个离码头较远的快点上面 并迅速驶离 侦察员调整了部署 就地在码头蹲守他们回来 这一等就是五个小时 那个码头现在情况怎么样 码头的话现在船都很少啊 没看到这个船啊 码头这边没见人回来 家里来了电话 大概等待了四五个小时之后 跟守在黄某方家中的侦察员 反馈给我们说 黄某羊等出海人员 已经乘坐一辆大众商务车 回到了小区 他们下楼上电梯的时候 没有看见手中有携带任何东西 一直守在码头 没有看到人 怎么他们就突然回去了呢 而且返回时开的车 竟然摇换了呢 他们出海之后 并没有返回码头 我们猜测 可能他们从另外一个 隐蔽的上传点上岸 他们的车辆 更换了一辆大众的商务车 并不在我们之前的 掌握到的信息范围之内 频繁更换上下水码头 目标丢失再丢失 这边路太偏了啊 不好走 车大少了 等一下他一回头就看到我了 后面的几十分钟的话 他们也都是有频繁的 变更停泊点 警惕性也是非常之高 但是他们手上 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采取 什么样的行动 城外一间废弃的小屋 引起了关注 那一片基本上是树林环绕 而且都为泥土小道 而且岔路多 人口又少 被倒捞的文物 究竟藏在哪里呢 海底沉船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更换上岸地点 更换交通工具 这伙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几天后这伙人再次出海 再次变更出海和上岸的地点 后面的几次跟踪的话 他们也都是有频繁的 变更停泊点 警惕性也是非常之高 但是他们手上 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 去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上岸点不能确定 到底捞没捞到东西 也无法判断 专案组陷入了被动 没有了新的突破口 跟踪还得继续 第二天一早 红母方一个人出发了 这次地点变了 他没往海边走 有一次我们的车辆 跟踪他们到一个 一处距离古雷新港城 约三公里处的偏僻区域 那一片基本上是树林环绕 而且多为凝土小道 而且岔路多 人口又少 人员流动性比较小 这边路太偏了 不好走 车带少了 等一下他一回头 就看到我们 也正因为 人流量比较少 车辆也少 所以我们继续跟踪 很容易暴露身份 不得不放弃跟踪 他不出海 反而到了市郊的一片树林深处 那里人少 车也少 继续跟踪 很容易暴露 侦察员不得不放弃跟踪 而就在这时 他们得到消息 吴某和他带来的另两个潜水员 突然离开了 另一组侦察员了解到 吴某和两名贵州潜水员 已经离开了张浦 吴某已经回到了浦田 而两名贵州潜水员 邦某和苏某回到了贵州远景 这让我们感觉到很疑惑的是 他们为什么突然离开了张浦 他们是抱有什么目的 还是他们就是散伙了 同时根据我们多方摸牌 发现红某羊和红某芳 两人正在四处打听收购文物的买家 这让我们更加确定 他们前几次出海 很有可能成功地打了文物 所以我们想改变策略 将侧重点放在 红某芳及红某羊 急于寻找买家出手文物为切入点 获取交易信息 争取打交易现行 再者顺藤摸瓜 找到文物的藏医点 红某芳等人开始打听买家 这说明应该是已经捞到了文物 但问题是东西在哪呢 这让侦察员想到了 城外的那片树林 他们再次前往戏查 这个地方地处城外 穿过树林 有几处房屋 已经荒废 根据周围环境 侦察员分析 红某芳一伙人 很可能把打捞上来的文物 就藏在了这 我们对天壁区域进行远密布控 并且加大力度 因为红某芳等人如果想要急于嚣张 他们必定会再来到这个场地地点 果然不足我们所料 没过几天 红某芳等人就驾驶车辆 往我们之前所跟踪的 古雷新港城附近的天壁区域行驶 这一次我们跟踪到 红某芳等人驾驶车辆 在一栋两层的房子旁边停下来 红某芳等人驾车离开后 侦察员走进了这处房子 门打开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上去 我上我上我上 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车 这个门看能不能打开先打开 好 进到屋内 侦察员看到地上摆了几个大的泡沫箱子 里面装着一排一排的瓷碗 房子的一楼 有放置着许多的陶瓷玩具 这时候我们侦察员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些就是他们所到牢的海底文物 找到了藏匿文物的地方 专案组决定收网 11月22日晚上 22时许 遵守的侦察员发现 洪某方等6名犯罪团队伙员 已经全部集中在洪某兵的家中 这对于我们实施抓捕创造了便利条件 这对于我们实施抓捕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外一人姓彭 随后侦察员对屋内进行了搜查 而后将他们带回 红某方等人承认 郊区房屋内的文物是他们放的 那些东西就是在海底打捞上来的 他们认为是元代的瓷器 随后 张州海警局在藏匿文物的房屋内 查获了涉案文物173件 这些文物以晚盘为主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 我国境内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任何个人和组织未经批准的情况下 不得上次组织打捞海底沉船文物 吴某等人在明知是违法行为的情况下 能组织打捞文物涉嫌盗窃罪 文物部分被找到部分被交易 侦察员千里寻宝直奔江西 地下室内又有475件元代文物 它们有价值集合 海底沉船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清点文物的同时 侦察员从侯某方处了解到 它们是从2020年9月开始挡捞文物的 那个地方是 人圣杯里 捞了多少 600多个到700个 600多个到700个 10月初 一名外地买家联系到他们 并来鼓励半岛实地看过货 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 随后买家通过手机转账的方式 向侯某方个人转账12.5万元 并且带走了涉案的文物475件 侯某方等人并不了解 买家的真实身份信息 只记得买家是开着一部 画着外省侧牌的白色大动轿车 从外省特意赶到张普进行交易的 为了找到买家追回被盗的文物 侦察员围绕交易当天 买家到达的时间 以及白色的大众轿车 这一车辆信息 对高速公路出口的监控 进行了排查 最终他们把目标锁定了 一辆挂着江西车牌的 白色大众轿车 最终我们排查出 在交易当天前后 只有一辆挂着江西车牌的 白色大众轿车 进出过古雷港区 经调查 车主名叫李抹辉 江西福州人 在福州经营了一家古丸商铺 我们发现 李抹辉平日里做古丸生意 自己在福州的南城县 一个古丸城里面 有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古丸商铺 这更加确信了 我们对李抹辉的怀疑 那交易是在 10月7号就已经进行了 这批文物数量比较大 二次流入市场的可能性非常大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 这个一个账物分散开的话 我们继续追踪 追回是难度非常大的 文物如果再次被交易 要追回难度就将更大 时间紧急 张州海警局临时成立了追逃组 连夜赶往江西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他们找到了李某辉 李某辉交代了 他以20万元的价格 将这批文物二次出手 给了一个叫成兵的人 文物果然被再次交易 专案组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还是发生了 他们不得不再次调整了半半的方程 然后我们江西追逃组 临时方圆两组 另一组赶往江西省福州市东乡区 对成兵进行抓捕 我们在李某辉 共住的这个 平时成兵经常住的 这一家宾馆中将成兵现场抓获 成兵在购入这批文物后 他将该批二次倒卖的文物 残留于他老家的一个仓库中 这个货都是这样 从哪里 你打了多少钱给他 我好像打了十几万还是要做二十万 我还要放一几万 找原种打 这两盏就有的 那不是 就这场菜 这两盏 你共多少钱 这两盏 500件左右 500件左右 那箱子呢 箱子就站在床上面 有泡沫箱的 有泡沫箱装吗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反正我就在一起买 我点这没点过 那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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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帅谁在那里 至此 漳州海警局 成功打掉了一个 涉嫌到捞到败 海底文物的犯罪链条 我们将这个从古雷流失的文物 一举全部追回 总数约四百七十五件 经鉴定 其中四十五件是国家三级文物 目前这批文物已经全部移交 漳州市博物馆 因为这批文物长期就是在海底下 受到海水的盐混的侵蚀 我们进行脱缘处理保护 每半个月要换一次水 用纯性的干净水 直到那个仪器测定的盐混 已经处于零度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造型是磁口 尖盐存 然后浮收腹 它主要是千组平切 然后里头挖组 挖组比较平 那咸挖没有极尖 这种工艺呢 在元代是比较流行的 经过陶瓷专家的鉴定 为元代后期的农前窑青蛇 不过除了四十五件文物 保存相对完整 工艺较为精美 其余瓷器的工艺都略见粗糙 气形大多不规整 绝大部分的口言都有变形 应该不是龙泉窑核心区域的产品 这种青蛇产品呢 在南宋时期品质就非常高了 到了元代 实际上龙泉青蛇 它的品质又下降了很多 因为当时它为了满足 国内外市场的这种商品的一个需要 它也就不太注重它质量了 而是一个大批量的一个生产 就当时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一个 外小词的一个品种了 根据这些瓷器的特征 和嫌疑人提供的盗捞位置 专家认为这批文物 可以认定是同样来自于 圣碑雨和沉船遗址 这些发现 对于研究我国 宋元时期的龙泉窑文明 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物被追回 盗窃和倒卖文物的涉案人员 被移送检察机关 等待法律的审判 迪某威 陈某冰等人 未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上次收购文物 涉嫌倒卖文物罪 目前该案处于 张国人民法院审理阶段 下部我们将 针对这个城堂的位置 加大一个巡逻广控力度 中国历史悠久 水域辽阔 海上航线贯通东西 在大海深处留下了 许多珍贵的海底遗存 随着涉海活动的增多 海洋文物保护 早已提上了日程 这份责任 不仅属于职能部门 也属于祖国大家庭中的 每一个人 好 感谢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